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入住这家酒店的体验真的是雷翻我了 首先这家酒店是从阿沟大网站定的 然后呢我到达酒店前排的时间是昨天晚上9点 是周六晚上9点啊 为什么说周六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然后我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 这小哥拿有护照跟我说 哎你预定的房间呢已经没有了 现在呢有一个方案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连锁酒店 还有一家离这里五公里 然后我们可以给你安排到那个酒店 有一间同样价格和房型的房间给到你 可不可以 然后我就说why 对不对 我定这里的房间 你给我另外一个地点的房间 为什么 对不对 他就跟我讲啊 说那个系统的原因啊 其实我就想说啊 真的是混蛋啊 怎么讲啊 阿沟大给酒店发送了确认订单 酒店你是点了confirm 你确认说有房 阿沟大那边才显示预定成功 然后我来了 他说没房了 那你既然点了我预定你这个订单OK的话 你为什么要对吧 去确认这间房间给我呢 来了 你又说没有 然后刚才不是说周六吗 周六晚上九点我来到这 你跟我说没房了 大家都知道周末房价是就是涨价的时候 也不是要是平日还能便宜 对不对 这个时候根本就找不着合适的房间了 对吧 然后我就不同意啊 我说那你让我去那边打车的费用谁来出 他跟我讲说你自己出 我说不行对不对 然后我就去跟阿沟大沟通 就跟那个前台说你等着 我说我跟他们沟通一下 然后我就这边跟他们沟通 然后那边呢 阿沟大可能是给他们发邮件了 然后哎 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 他又找到了这间房间 给大家看一看啊 他又给我找到了这间房间 他说我们还有一间房间 拿出了个钥匙 啊 就是这间房间 哎呦给大家拍拍有多雷人 那给我拿出了个钥匙 我告诉你这个房间有多雷人 昨天进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啊 这个房间锁门啊 看到了吧 是要用钥匙开这个门 一般的酒店不都是用房卡插这个吗 这里有房卡 没有用 没有用 这个只能用来取电 这个钥匙也捅不开这个 这个是可以拧的 这个也可以锁的 没有用 所以说呢 他让我开底下 这也就算了 是不是 然后呢 雷人的是 昨天晚上这个空调打开以后 就不停的滴水 给大家看看 昨天一晚上滴了多少啊 半夜的时候我起来赶紧给关了 因为我实在听了这个水声啊 啪啪啪啪的啊 我接受不了 而且昨天晚上啊 我入住进来以后 床的被褥根本都没换 然后我让那个前台小哥帮我换的被褥 新的啊 但是不瞒大家说啊 一股潮湿的那种味道 是因为他 这里面那个棉 所以昨天晚上 为什么说我关了空调睡啊 是因为啊 那个味儿 真严重啊 所以说还不如 把空调关了睡 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衣服 垫在那个枕头上 也是发了一股霉味啊 所以说 体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又是连锁酒店 那昨天晚上这间房间卖多少钱呢 卖到85码币 和人民币啊 要到135 要说这135人民币 在中国住的也是连锁酒店啊 像七天如家 它也不能这么差 你看这天花板 哎呀 真的啊 我就感觉好像还不如这个外面流浪的人 睡在街头啊 对不对 那样还不花钱 唯一好的就是 哎至少能让你还能洗个澡 然后咱们说了这么多呢 我就想说啊 这个开箱这个马来西亚最差酒店啊 真的是雷到我的 我在马来西亚住了很多次酒店啊 很多个不同的酒店 有好有坏的 但最坏的也没今天这个差 这是说实话 所以说呢 也给大家踩雷了 是吧 大家以后也要避免 你看这 哇 这还昨天新换的 那你说没换 那个得多脏 昨天没换 那被子我一撩开 这都大脚印 特别的脏 真的 哎就差到了几点 另外啊 很搞笑的是 这个酒店你入住 还让你交50码币的 deposit 押金 我就想说 你让我押什么 我把你床吃了 便是搬走 搞笑了吧 朋友们 就是这家黑店啊 咱们为什么说它是黑店呢 因为咱们早上的时候啊 去跟他退一天的房租 因为我定了两天呢啊 结果你猜他的这个经理怎么说 不退 我可以给你换个房间 大家说昨天那个房间 你们还能住吗 你们愿意住吗 反正我睡的啊 身上都起枕了 我觉得 真的 我跟他沟通 我说我肯定不住了 我说你的空调漏水 床单也不干净 而且有一股味 然后他说 哎那你这个 我这个订单已经确认了 我就不能给你退 然后我就找阿勾达啊 阿勾达跟我说 你这个订单呢 是到店付款 不是说在我们阿勾达这软件上付的 啊 他那个意思好像是你 自己要跟那个酒店沟通 哇 我就说阿勾达 你们要甩锅嘛 对不对 我是通过你们软件订了房间 是不是 如果没有你们软件 不是信任你们 我怎么会去订这个房间呢 是不是 然后阿勾达跟我说 啊那我们再跟酒店沟通吧 然后他说我给酒店打电话 他们也不接 我就是发email给他了 其实刚才我在前台待了那么久 他前台是有电话的 他故意不接 可能是 所以我觉得这家酒店啊 必须给大家曝光一下 千万别住 真的 太糟心了 其实这八九十码币啊 咱不要都行 我今天肯定不住这了 对不对 咱们为了身体健康 是不是 我不要都行 就住了一晚 我不敢住了 是吧 他不退我钱 哎 最后通过我这次被坑的经历啊 我总结了一下 如果大家在阿勾达的app上订房间 一定要选择这种先付钱的 就是你把钱直接付给他的 如果你选择到店付款的就有可能被酒店甩单 大家想想如果像我一样半夜到达酒店的时候告诉你没房了 那会是一种多么生气的状态 朋友们 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天了 阿勾达依然没有给我退费 还是跟我说酒店那方面不同意退款 我就想说啊 这个酒店我定了两天 只住了一天 那整件事情下来 阿勾达是不是也要对整件事情负责呢 好了朋友们 那你们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明天见 拜拜